福建境内发现古墓 墓主人究竟是不是建文帝 是何缘由让专家不惜赌上一生的名誉 民间传说 穿越时空是有理有据 还是纯粹异象 现在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节目 探寻古墓背后的秘密 随着静难之意的结束 建文帝朱允文彻底没了踪迹 有人说建文帝朱允文早已经在大火中丧生 也有人猜测 他在朱棣攻破南京城的时候就已经逃走了 但建文帝逃走后到底去了哪里 这一点即便是到今天也无人知晓 影视作品《穿越时空的恋爱》中 写到建文帝朱允文是穿越到了现代 这当然不仅仅是影视作品的呈现 在民间也有同样的说法 对于起兵造反才篡位成功的朱棣来讲 建文帝在战乱中逃走 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 甚至让他如芒在背 为了确定消息的真假 朱棣派人四处寻找建文帝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大家都知道 历史上有名的郑和夏西洋 有人说 其实这就是一次寻找建文帝朱允文之旅 几百年后的今天 朱允文的下落依然不清不楚 就连墓地都没有找到 不过就在几年前 考古人员发现了蛛丝马迹 这次会是建文帝的墓葬吗 虽然历史对于建文帝朱允文的去向 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并没有有效证据给予证明 所以我国一直没有停止对建文帝朱允文去向的研究 就在几年前 我国考古人员在福建省宁德市上金贝村 发现了一座古墓 墓主人仪式建文帝朱允文 考古界对于建文帝古墓的寻找 一直在继续 如今终于有了新的消息 肯定要前往一探究竟 一些考古专家 不辞辛苦地从千里之外墓名赶来 其中 专注于研究建文帝朱允文的专家 看到古墓后 直接就给出了答案 这座古墓就是建文帝的墓葬 确定这座古墓 就是建文帝朱允文墓葬的考古专家 有两位 除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潘群之外 还有一位是名史学家马卫元 当时他们都是考察小队的成员之一 他们的判断很快就得到了考察小队的认可 之所以认为这是建文帝墓葬 主要原因有四个 原因一 古墓的规格及样式 这座古墓有一个明代墓葬的特点 那就是在墓穴上方有个火龙珠 这种墓葬形式多在明代永乐之前出现 另外就是古墓的规格 当地人都说 这个古墓里埋葬的是一位和尚 但是如果真的是一位普通的和尚 古墓不可有如此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 古墓中的装饰也比较特殊 这座古墓中用到的装饰是闭嘴龙文饰 在明朝前期的时候 这种文饰只有皇帝能够使用 寻常人家是被禁止使用的 原因二 没有墓之名 在研究过程中 考古专家发现了一个怪异之处 那就是古墓的墓碑上没有任何文字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古墓 不可能会出现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 考古专家根据这种情况进行了判断 可能是建文帝朱允文 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 又或者是不愿意冠上朱地的年号 索性不在墓碑上留下文字 原因三 明代龙氏袈裟 在这座古墓旁边 还有一座非常显眼的古寺 令考古专家非常在意的是 这座古寺中 有一件绣有十四条金龙的明代袈裟 其中六条分布在袈裟上面 另外五条是绣在袈裟的中间 蕴含九五之尊之意 在当时那个年代下 只有皇帝才能穿着此衣 据此发现 考古专家给出的解释是 当时建文帝朱允文出逃后 为了躲避朱地的追捕 于是就扮成了和尚 不过 他自己可没有和尚穿的袈裟 于是 就把祖父朱元璋的袈裟拿来用 需要了解的是 朱元璋在当上皇帝之前 也曾经做过和尚 所以在当上皇帝之后 就定做了一件 九五之尊袈裟 原因四 郑三和与郑恰 在上金贝村的祖谱记载中 他们的祖先是在明朝时期 在此居住 祖上的名字叫做郑三和 考古专家对比史料发现 当年跟随在建文帝身边的大臣 有位恰好叫做郑恰 这不可能是巧合 最大可能就是 郑三和与建文帝一起逃到福建 并且改变姓名 再次定居下来 关于建文帝朱允文的下落 其实在明时录中也有相关记载 万历皇帝问身边的内阁首府张居正 听说建文帝当时是在 静难之役之后出逃了 这是真的吗 张居正对此回答 史料并没有详细记载 但是朝廷元老又在传 当年朱棣率军攻破南京城市 建文帝朱允文就消发 披上了袈裟 很多信息都指向建文帝朱允文 确实是逃过了静难之役 并且以一个和尚的身份 在民间生活 至于这座古墓的主人 是否是建文帝朱允文 考古专家给出了确切答案 并为之列出了四个原因 甚至还愿意用自己一辈子的名誉 及人格担保 虽然这座古墓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 但是研究人员并没有进行发掘 因为我国有明文规定 对于没有被破坏的历史古墓 考古人员是可以随意进行考古工作 除非是古墓遭到破坏 才可以进行抢救性挖掘 那么这座墓到底是不是建文帝的墓葬 只有等到挖开这座古墓之后 才有定论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瑞国旗女子墓在陕西被出土 出土一串奢华项链 却震撼了珠宝界 位于陕西省寒城市的梁带村遗址 有人知晓吗 这座梁带村遗址是东周早期的墓葬 占地面积达到33万平方米 长600米 宽550米 在整个梁带村遗址中 考古队发现了895座墓葬和64座车马坑 2004年梁带村遗址被发现的时候 确实是轰动了考古界 因为确实是一座超级的大墓 之后出土的文物更是数不胜数了 接下来就来介绍 从瑞江墓中出土的一串奢华的项链 应该说历史上最为奢华的 当时这串项链的现世 真的是令整个珠宝界都被震撼到了 无法想象 这居然是来自2000多年前的一串项链 先说说墓主瑞江 瑞江是一代瑞公的夫人 历史上称为奇女子 而且她应该是历史上 第一个掌握着王权的女人 比之武则天更加早 当然瑞江并没有自己上位 而是辅佐自己的儿子瑞伯万 在自己的丈夫去世后 瑞江就让自己的儿子瑞伯万 继承国君的宝藏 可是没想到这位瑞江 真的是杀法果断 因为儿子瑞伯万当国君之后 却总日沉浸酒色 为此气得瑞江一怒之下 将其给驱逐出境了 最后瑞伯万不幸被秦国抓住了 而后更是以此来要挟瑞江 但是谁能想到 瑞江根本不去理会秦国的威胁 起得秦国国君暴怒 论政治和军事 瑞江绝对是一把好手 可惜是个女人 不然她的历史地位会更加的高 当时考古队发掘了 梁戴村遗址中的第26号墓葬 没想到墓主居然就是奇女子的瑞江的墓 这座瑞江梦确实是非常的庞大 单单墓室就长7米宽5.8米 而且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陪葬品 23件同礼器 6件弄器和多祖玉佩等等 而其中七黄莲珠祖玉佩的出土 无疑是惊动了考古界 甚至连珠宝界都被震撼 因为这件七黄莲珠祖玉佩确实是太令人惊叹 长度大约在105厘米 当时它被放在墓主屍海的颈部这边 七黄莲珠祖玉佩最大的特点 就在于它是由一件圆形玉佩 七肩玉黄和727颗玛瑙珠组合而成的 而且它们的质地都是极品中的极品 无法想象古人是如何制作出 如此精美绝伦的项链的 七黄莲珠祖玉佩代表的就是身份的象征 表明墓主瑞江在瑞国那种无与伦比的统治地位 为此这串七黄莲珠祖玉佩就是瑞江的标配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